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谈一个话题 非常重要的话题 就是全民上街之后 中国的军队和警察 会不会对老百姓进行 大规模的血腥屠杀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我们一批海外民运人士 接受博力有识之士的委托 在海外建立全民共振平台 我们的目标就是想 把全国各地区 各个阶层的分散的街头抗争 调平到同一个时间 少数的地点 让他们集中爆发 形成了互相呼应的 这样一种共振效应 产生强大的冲击力 推动全民抗争 全民上街推动街头革命 以此来冲垮 中共的专制秩序 那自从我们开展工作以来 经常受到的一种批判 就是你们这个是没用的 只要全民上街一开始 中共就会动用他们的军队警察 对老百姓进行屠杀 不仅没用 你们这是居心不良 你们是想让老百姓去当炮灰 是想在中国制造血腥惨案 提出这种观点的这些人 犯了四个错误 第一点是对独裁者 决策者的心态不了解 当全民上街发声之后 群情激愤 民意就非常强大 在这个时候 独裁者他要想通过军队镇压 来平息事态的话 他们一定会一定要满足一个条件 就是他必须确保整体军队 完全听他的指挥 他必须确保军队的意志是同一的 否则的话 只要一小部分军队倒戈 那么整体的军队啊 就会产生血崩式的化变 那个时候啊 不仅仅是他的统治不能够维持 而且呢 是他个人他的家族 都会面临磨顶之灾 一个手上沾满了鲜血的独裁者 他是没有退路的 而这一个独裁者 他如果是理性的话 如果他是要维护自己的利益 维护自己家族的利益的话 他就必须得满足这个这样的一个条件 之后才能够进行大屠杀 独裁者绝对不能相信他们的善意 当老百姓一上街的时候 他们当然是想通过军队镇压 来维护他的统治 但是不是每一次都能够实现 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啊 第一个呢 独裁者苏哈托 98年的时候爆发了全国的这个各阶层 各地区的这种街头抗争 街头革命 苏哈托也是想动用军队进行镇压的 那么苏哈托呢 他就把他的这个军队的高级将领 召集在一起 要他们呢 采取行动对老百姓进行镇压 但是这些高级将领呢 知道在这个时候啊 进行大屠杀 道义上站不住脚 在国际上会遭到抨击 而且呢 他们没有必要把自己和苏哈托啊 绑定在同一个战策上面 来犯下这种弥天大罪 所以他们拒绝了苏哈托的这根指令 而是建议苏哈托赶紧下台 体面的下台 军队可以保护苏哈托和他家族的利益 苏哈托呢 这个时候采取了理性的决策 那就决定自己下台 那结束这场革命 那第二个例子呢 就是齐奥塞斯库他和苏哈托相反 当老百姓呢 这个全民革命爆发之后 他认为他能够下令军队啊 进行大规模的镇压 结果呢 军队的将领告诉齐奥塞斯库 说我们不能够执行这个命令 齐奥塞斯库这个人还挺固执的 他就把当时的那个反抗他命令的国防部长 当时就枪毙掉了 结果第二天所有的其他的高级将领 一看见这个情况 他们必须立即做出一个决策 要不和人民站在一边 要不和齐奥塞斯库站在一边 当人民抗争的烽火士气的时候 对这些高级将领来说 做出这样的决策一点都不困难 当然是站在所有的人民一边 他们可以继续维护他们自己的这个地位 权势 甚至是他们能够更上一层楼 他们可以取代齐奥塞斯库 那这个时候 为什么要跟齐奥塞斯库 来做这样的替罪羊 来做他的打手 来做他的英权呢 所以很快军队化辩 把齐奥塞斯库枪毙掉 对今后所有的独裁者 树立了这样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反面的这样的典型 你如果是想下令军队屠杀的话 那么想一想这两个人 你就知道怎么样做了 那些提出这个 只要全民老百姓一上街 统治者就会进行大屠杀的 这种谬论的人 是不了解统治者的这个心态 第二点呢 是他们不了解专制暴力 他运作的机制 那中国的专制机器 一共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的 第一个层次呢 是警察 那是最低级的那个暴力机器 虽然也有武装 但是他们的武装能力很弱 第二级呢 是武警 他们比警察的这个暴力能力 实行实施暴力的能力要强一些 但是呢 他们不是最高的 最高一级的是正规军 正规军掌握这个国家最强大的武力 所以说这个中国的这个暴力机制 它是层级限制的 如果警察想使用暴力的话 他必须得考虑到他背后的武警和军队 会什么样的反应 如果他们对全民 对老百姓进行大规模的镇压 那武警和军队没有同意 反过来镇压他们 他们怎么办呢 那第二个呢 如果是武警 他想对老百姓进行全民全面的镇压的话 他必须得考虑到他背后的军队 到底是否同意 而军队呢 如果要进行暴力镇压 一部分军人要进行暴力镇压 他必须得考虑到其他部分的这些军人 最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 所以说对军人来讲 要进行暴力镇压 让自己手上沾血 他必须得考虑到最后的一个后果 那么实际上 专制暴力的这个机制 虽然是非常的强大 但是他们是互相牵制的 只要有一个螺丝钉没有运作 整个的机器啊 他就是瘫痪的 那第三点呢 是对中国的政界 对统治阶层不了解 统治阶层是由很多的人组成的 是由很多的集团组成的 是由很多的家族组成的 从邓小平时代开始 就是实行的寡头政治 也就是说很多不同的派别 不同的家族的人 他们共同来执政 来瓜分这个国家的利益 来共同的进行决策 那个时候要想统一 他们的意志都很困难 更何况现在 现在习近平想打破这样的一种体制 他想实行个人独裁 他的愿望是通过个人独裁 把整个的这个决策机制 变得很简单 但是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 他现在还在努力当中 这个时候对他来讲 是风险最大的 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了大规模的民变 他要想统一整个统治阶层的意志 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大家族 那些其他的派别 实际上是已经占到了他的对立面 如果他要是完成了个人独裁 那么那些大家族的利益 他们的甚至他们的安全 都会受到极大的威胁 而如果产生了民变的话 那么这些大家族 就会啊 这些不同的政治方式 这些大家族 他们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啊 来对习近平进行反制 来反对习近平 所以在这个时候 在现在这个时候 如果大规模的民变兴起 那么一定会促成 中共统治集团内部的大裂变 有些朋友认为中共的内斗 只有中共的内斗 才能够导致中共的崩溃 这种观点呢 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 但是大家一定要意识到 促使他们内斗的最大的一个因素 就是大规模的街头革命 大规模的民变 没有民变这样一个环节 他们内斗啊 总是在一个小圈子里面进行 总是不能够公开化 这个裂痕是存在的 但是他不会断裂 我们的民变给他们施加压力 就会造成这种 造成他们内部结构的断裂 这个时候中共才会灭亡 那么第四呢 是对中国的抗争阵营缺乏了解 对真正的民变的机制缺乏了解 很多人说中国老百姓一盘散沙 只要军队一开枪 那么大家就做鸟受散 因为民众是乌合之众嘛 情况是这样的吗 不是的 民众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真正的大规模的街头革命兴起之后 一定会有一批 一批专业的革命者 他们会来领导民众 他们会来对民众进行组织化 一旦这个组织化展开之后 那么民众就会成为 进退有度的这样的一个战斗队伍 你那个时候即使是军队警察 要想对他们进行大规模的镇压 也不见得实现得了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波兰团结工会的例子 当时的波兰1980年 当团结工会兴起的时候 那苏联人的坦克机枪 那就是在街上的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 对团结工会进行大规模的镇压 虽然以前在70年代 在56年镇压过两次成功了 但是在波兰团结工会兴起之后 他迅速的对波兰的抗争力量进行了组织化 他把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 纳入了团结工会 这样的一个政治架构 有了这样一个组织 他们就可以避免跟 苏联和波兰共产党进行正面的街头冲突 他们把所有的力量都撤退到工厂内 撤退到自己的这个各个街道内部 他们把组织真正的建立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 这个时候苏联的军队和坦克 要想在街头对民众进行镇压 他们根本找不到人 那么最后他们怎么办呢 他们只能把这些组织者抓捕起来 在当时在波兰那抓捕了一万多人 但是起到作用了没有呢 没有 因为当你组织化达到那样一个程度的时候 组织的领导机构 他就有了一个替代的第三梯队第四梯队 你把第一梯队抓了很快有一批人替补上了 那么不断的就有人替补 最后他们抓了一万多人 但是呢因为这个组织将近有一千万人 所以说呢 他有个自我更新的机制 所以照常运作 一直到苏联内部产生的裂变 波兰共产党最后很快的 就像八九年的时候就像团结工会 屈服了让步了 整个的波兰的这个民主转型 那是非常的非常的和平的 一个人都没有死 整个的波兰的军队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这就是这就是真正的这个组织化的优势 而中国下一次下一次街头革命产生之后 一定会有一批人一定会有一批有实之士 有志之士 他们会承担起这个历史的重任 对街头的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迅速的进行组织化 让中国新兴的政治势力 民主政治势力迅速的崛起 那个时候不仅仅是能够回避到这个军队和警察的镇压 而且呢是很快的就能够吸引军队和警察 那对他这个新的政治阵营的效忠 那个时候啊 中共崩溃啊 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一种历史趋势 那有人会说那六四的时候 那为什么中共啊 能够对这个学生运动 对当时的民主运动进行大规模的镇压 那有几点 我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第一个呢是六四的时候 中共的这个决策者 他们呢内部还是团结的 中共实际上当时的统治者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八大元老的家族 钟顾伟是当时真正的政治决策者 而赵紫阳只是一个决策的执行者 在决策者他们内部集团的内部啊 意见是相当统一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是当时的军队 当时的这个中共的八大元老啊 在军队里面还享有崇高的威望 这个军队啊是听他们指挥的 邓小平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统一了这个军队的意志 这个时候他就有能力有这个决断了 来下令军队对老百姓进行大规模镇压 那第三个呢是当时的抗争阵营呢 实际上呢是范围是非常的狭窄的 抗争阵营的主力是知识分子和大学生 而他们的诉求只是民主宪政自由 对于普通的老百姓 对于工农阶层 对于市民阶层是并没有太多的吸引力 所以说呢当时的工人农民这些主要的阶层 并没有成建制的投入到这个抗议行动当中来 而中国的军队呢当时他们主要是由农民子弟组成的 所以他们跟这个抗争者之间呢 他没有利益上的联系也没有感情上的联系 所以他们镇压起来啊心理上啊障碍并不是太强 所以六四这个大屠杀得以成功 主要的就是取决于这个三方面的原因 现在呢这三方面原因存还存在吗 已经不存在了 首先是习近平的这个统治集团呢 他在军队当中根本没有声望 他没有过去啊没有立过战功 在军队里面甚至是啊没有担任过什么重要的职务 他在军队里面唯一的一个职务啊 就是给军委副主席耿彪当过几天呢秘书 这样的军队的资历是没有办法让他在军队里面树立起威望 没有威望你怎么能够统治这么多的军人 所以说啊习近平上台以后 当他在军队里面开始搞所谓的选择性的反腐的时候 他遭到了强大的抵抗 两个军委副主席张阳和房峰辉那都公开的来抵制他 虽然这两个人呢已经被他镇压了 但是现在军队里面高层呢有一大批人还在伺机待变 他们反对习近平的这种心态是非常的强烈的 只要习近平继续执政 那么他们就不是安全的没有人是安全的 所以这些人正在等待时机要除掉习近平 全民上街之后他们就会掌握这个时机 不等到习近平来下令军队进行开枪 他们就会主动的站到老百姓的一边 现在的中共这个政治统治集团的内部 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 那个时候八大元老家族虽然内部呢有一些利益上的摩擦 但是总体目标是一致的 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要维护中共的统治 就是要大家共同的来瓜分这个国家 但是现在情况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现在是习近平他想一人独大 其他的所有的大家族 各个政治派别都是在生活在恐惧之中 随时都会被习近平除灭掉 而一旦习近平的这个集权成功 那么所有家族他们的利益 他们的权势一定会受到削弱 甚至是一定会被消灭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内部实际上是敌我矛盾 现在最反对习近平的不是民运人士 也不是老百姓 而是这些红二代的大家族 一些真正的在中国享有权势和财富的这些人 他们最恨的就是独裁 那这个时候我们老百姓民变起来之后 这些人他没有第二个选择 他只能和老百姓站在一起 这个只能借助这个时机 能够在把过去的历史洗白 通过反对习近平 通过拆除这个专制暴政 来洗白自己的历史 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来保护自己家族的身家性命 所以现在的这个政治格局 已经和八九年不一样了 那更重要的是 现在的老百姓跟八九年不一样 下一次的这个街头抗争 不仅仅是知识分子 不仅仅是学生 那个时候的主力就是广大的社会中下层 因为他们在过去的这二十多年 三十年当中受到的利益上面的损害是最大的 他们对中共政权的这个怨气 那是远远超过了知识分子和学生的 而这些阶层一旦动员起来了 那么他们这个规模将会是相当相当的庞大 将会是全民上街 全国各地一起上街 全国各个阶层一起上街 那个这个时候民意的这个力度 就会比八九年强大的太多 而民意直接会影响到军心 民意直接会动摇军心 民意越强大军心 军队倒戈的就越快 军队化变的就越快 共产党失去军队的 对军队控制的这个速度就越快 所以下一次 当下一次全民上街之后 八九六四的那种场景 就绝对不会再发生了 一定是一定是 人民胜利中共败亡 那么经常的重复说老百姓一上街 中共就会镇压的 这样一种谬论的这种观点的 就有两种人 第一种呢就是中共派出来的五毛和水军 用这样一种言论呢来恐吓老百姓 说你们不要做了放弃反抗 老老实实的做奴隶好了 还有一种人呢就是没有经过深入思考的 那人云亦云的这样的一批的朋友 他们被中共的这个五毛水军洗脑了 那潜移默化之中就接受了这种观点 然后呢自己吓唬自己 自己变成了自己的反自己利益的反对者 他们本身是应当支持全民上街的 结果呢因为自己的愚昧自己的错误 变成了自己这个阶层的自己利益的反对者 所以对五毛水军呢那我是没有办法 他们会一直的持续的散布这样一种谬论 我希望呢这批受到误导的受到欺骗的网友和老百姓 那在看了我这个视频之后 大家一定要冷静的想一想 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自己再想一想 在今后啊就停止散布这种言论 大家一心一意的来推广全民共振 一心一意的来推动全民上街 现在中共正处在一个非常危急的历史时期 那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的民众的抗争 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 那么这个时候中共崩溃的这个临界点 离我们是相当的近希望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样的一个历史机遇 一定要完成推翻中共专制统治 建立民主宪政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重任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